今天我們要講的是電腦怎麼解方程式 我們從開學到現在都一直在講數學 一直很少講到程式 我們終於開始看程式了 電腦怎麼解方程式 這個問題看起來 一般學程式的人不見得知道怎麼做 你稍微想一下你怎麼解連力方程式 2s加y等於2 你會怎麼解 另外一個是你怎麼解多項式的根 s平方加4s-8等於0 所以電腦很會算沒有錯 但是要解方程式好像不是只有會算 你如果要算這個 你很容易的算出它的值 我說s是1 那你就知道這個結果是6 這個寫一個很簡單的函數就可以了 f等於s乘以s f就是寫一個f 然後return就是s乘以s加2乘以s加3 就好 但是就這樣 我們寫一個這樣的程式 就算完了 這是算求方程式的值 但是反過來你要說s平方加2s加3等於0 請求x 那就有點不知道怎麼做 那如果裡面還有sin 我sin按開根號還有t次方 你怎麼辦 如果我們只是要算函數的值 那很簡單 我就把這個東西直接寫成程式 然後把它算出來就好了 s的t次方powerst 寫成函數就好了 所以你要求值非常的簡單 但是你要求根 卻有點麻煩 那譬如說 我們要求這個的根 你怎麼做 我要求多變數的sy 你又怎麼做 我要求微分方程 你該怎麼做 什麼樣的sy和z 可以滿足這些條件 那這裡其實 如果你仔細去想一下 我們先不要那麼急著就給答案 你一定可以想出一些方法 沒有那麼難 這些問題真的沒有那麼難 而且你甚至可以有一些通用的方法 可以解說方程式 只是這些通用的方法 速度怎麼樣 譬如說什麼樣的通用方法 舉個例子 你看這個 s0-4s加1等0 好現在假設s就是0 帶進去 結果這1 兩邊不合 對不對 那 我再假設s是1帶進去 那1-4加1等於-2 又不合 對不對 那可是你已經找到一個答案 就是值是1的 還有一個值是-2 這代表什麼是 什麼意思 有一個值是1的 有一個值是-2的 代表根據均值定理 其實不用用到均值定理 直接想也知道 不需要均值定理 它中間只要這個函數連續 這個函數是連續的 對不對 那它中間一定會穿過0 對啊 那這時候你就想到一個方法 對不對 至少有一個方法 可以找到一個根 不一定兩個根 一個根 可以找到 怎麼辦 那整個應該想得出來了 二分搜尋法 對 二分搜尋法 你就做到了 很簡單 就翻一半翻一半 看看 如果你分完之後 你一定取一正一負那邊 這樣中間才會有解 你不會取兩個都負的那邊 或兩個都有正的那邊 那中間可能沒解 那你取一正一負的 一直取一正一負的 那就是有解 那同樣的別的 別的比較複雜的函數 你既然第一個可以用二分搜尋法 你後面也不見得不行 只是它有兩個變數 在後面這個只是它有三個變數 而且它的變數的值不見得是整數 不見得是數 而是像z就是個函數 那空間就更大 所以我們能夠想到的方法 其實剛剛講的二分搜尋法 還算是比較困難的 還有更簡單的 更簡單的方法就是 暴力法 這夠簡單了吧 怎麼叫暴力法 就是這樣子 我把方程式裡面每個變數 都從最小到最大數一變 代變 應該說代變 然後呢 如果最後算出來是0 那我就知道那個是解答 那不可能剛好0 也不是不可能 就是有時候不會剛好0 但是如果當它算出來的值是0.0001 那你就認為它是解答了吧 這那麼接近了 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只要把變數從最小到最大代變 問題是你的最小範圍是什麼 最大範圍是什麼 你可以設定 我猜測解不可能在-100到100以外 那我就是從-100到100之間暴力搜尋 可以了 所以 我們假設解答在-100之間 那我們就可以從-100到-100 每隔0.01算一次 每隔0.01算一次 然後取最接近0的那個 就是答案 那當然有可能通通都非常離0非常遠 那答案就是無解 在-100到-100之間沒有解答 那如果有解答的話 你每隔0.01算一次 通常識會很接近 除非你那個函數很病態 差0.01它就從-無限大 跑到-無限大 那你這個函數太病態了 就沒有辦法用任何的方法 那可是大部分的函數不會這樣 它變化在很小的範圍之內的變化不會很大 那這種連續函數通常有這種特性 但是這個是電腦的想法 數學家有一些奇怪的想法 所以說好像就是威爾斯特拉斯 他曾經找過一種叫病態函數 一個函數在所有點上都連續 但是在所有點上都不可為 處處連續處處不可為的函數是存在的 這個程式碼我們可以印出答案 用的方法就是剛剛的暴力搜尋法 這個f就是計算函數值而已 就是我剛剛那個 從-100到100每隔0.001 就算一次fx的值 如果它的絕對值小於0.00001 那我們就把它印出來 那這一個程式不只會印出一個答案 如果它有兩個答案它會印出來 有五個答案它也會印出來 可是二次方程式不會有五個答案 二次方程式最多兩個答案 那這種方式其實很強大 這種方式很強大 這種方式強大到什麼程度呢 基本上所有問題都可以這樣解 只是這種方式的缺點就是它也很慢 慢到什麼程度呢 變數一多範圍一大 你根本就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你要求解這種方程式 也一樣啊 把s帶進去就好啦 連sin什麼三次方通通都照帶 沒有差別 就把你的函數換掉就好了 對不對 函數換掉變成s三次方分之sins平方加2s 換掉其他程式完全沒有變 這樣你就找到答案 只要-100到100之間的答案就會找到 那這個方法的缺點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速度可能會慢 變數很多的時候速度會更慢 如果你要求解s平方加y平方-z的0 你一樣用0.0.1去帶 然後呢 從-100到100 你就會發現它需要8000兆次的函數計算 才能夠把所有的-100到100之間的可能性全部找變 那如果有5個變數 10個變數 你死定 所以這個東西只在變數少的時候還可以用 在變數多的時候基本上沒辦法用 所以既然它太慢 那我們能不能加速呢 我剛剛已經想到一個二分搜尋法 對不對 那二分搜尋法其實很快 n-log n 那個範圍 假設-100到100除以0.01 0.001 那也沒有多少 n-log n 現在的電腦容易算出來 那你就用二分搜尋法去收吧 收 對 只要它是連續函數你就可以這樣收 如果它是有斷點的 你就沒辦法這樣收 因為你收會漏掉 那有斷點的就不行 只要它是連續函數你就可以這樣收 那連續函數不一定要可為 用這種二分搜尋法 只要連續不一定要可為 對不對 可為連續 反正它那個 那個類似 不叫均值定理 沒有微分的那一版的均值定理 就是中間指定理是成立的 但是均值定理就不是 可是你這樣子做的話 任何連續函數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們每次取C等於二分之A加B 然後去看看 應該再搜尋哪一半 就是要搜尋的就是 有正負號的那一半 就是 fs大於0和fs小於0的那一半 那如果已經看到有某個fs等於0 就直接輸出答案了 就不用再搜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它的想法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要找答案 但是我已經知道有一個A點 它是大於0的 有一個B點 它是小於0的 那我們就找它的中間 這個C點 然後呢 看看它的fc到底是大於0還是小於0 好 那請問現在我如果選了這個藍色的C點 那我接下來應該搜尋哪兩者之間 A、C之間還是B、C之間 哪一個是你應該繼續做二分搜尋的範圍 當然是B、C之間對不對 因為A、C之間沒有答案 A、C之間不會等於0 只有B、C之間的才有等於0 因為一正一負 一正一負 中間一定有一點會穿越橫走 OK 所以我們應該用二分搜尋法 搜尋B、C之間 那二分搜尋法 求根的程式也很簡單 對各位來講應該很簡單 如果你現在三年級覺得遞毀很難的話 那就代表你的程式設計沒學好 應該是很簡單 我寫B、Saf、F、A、B 然後呢 先算出C 就是中間點 然後呢 如果這個範圍 A和B之間的範圍已經非常小 那就直接returnC 不過好像怪怪的 這樣return的結果可能不是答案 因為它可能不等0 沒有關係 這是唯一 如果它的範圍已經夠小了 你return一個不是答案的值 也不太對 應該直接return沒有解 無解才對 就乾脆不要return就好 這一個衣服直接拿掉 不要return 那如果 不對喔 也不能不return 不return的話 後面就完蛋了 後面就不會有解 所以應該是說 如果 FC非常接近0 就returnC OK 那如果 否則 如果FC不是很接近 非常接近0的話 那你就要看 你看FC乘以FA 如果是大於等於0 的話 那應該是找C和B之間 因為 或者是說 或者反過來寫 FC乘以FA 小於0的話 那就應該找A和C之間 這樣好像 會比較容易一點 我這樣寫法 比較不容易懂 FC乘以FA 小於等於0的話 應該找A和C之間 那否則的話 就找B和C之間 就好 那這樣二分搜尋法的結果 當然你 你應該很快就會找到答案 以這個二分搜尋法 應該很快就會找到答案 因為二分搜尋法很快 那可是有些人覺得 二分搜尋法還不夠快 那有些人就會去變形 就說 好我用線性內插 就是從這邊到這邊畫一條線 然後呢 取它的 取它的那個跟S軸的焦點 那再推上去 再推上去算這個F值 那繼續再內插內插 可是線性內插其實真的比較快 有時候反而比較慢 所以我覺得我比較偏好二分搜尋 二分搜尋的時間是確定的 線性內插的時間反而是不確定 所以我覺得其實乾脆用二分搜尋比較 那速度都很快啦 不用再精進計較說還要再更快 只要是能夠變成二分搜尋的 我覺得在電腦上面那個問題都已經解掉了 不需要再精進計較多快 除非跟硬碟有關 你今天資料大到沒有辦法放在那個記憶體裡面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在意 當它只有二分搜尋的話 就可能會需要存取很多次硬碟 這時候你就要用百分搜尋 你百分在搜尋 有啊 B3就是這種事情啊 B3就是百分搜尋的那種多元素啊 所以在資料庫的背後都通常會使用B3就是這個原因 那二分搜尋如果是在記憶體裡面 是非常快 非常快 不需要改進 好 那這個問題的N其實就不在 因為二分搜尋的複雜處是big O log N 那可是它的N其實應該是 不是輸入的A或B 不是輸入的A或B 而是N 而是B-A除以B-A 對 B-A 然後除以你的那個最小的範圍 搜尋到最後要結束的那個最小範圍 就是20萬左右 OK 好 所以 這種方法其實已經很快了 已經很快了 所以幾乎問題就已經解掉了 但是二分搜尋法的一個比較算是小小的缺點就是 你必須要先找到一組AB去滿足FA和FB兩個正負號相反 那這個你要怎麼找 你一個是 反正你找一個很大的一個很小的 但是搞不好兩個同號 對 那或者是 你隨便亂試 用random 用random直接找 只要找到有正的就留下 要再找到一個跟它一號 但是這樣的方法都沒有很系統性 因為你一開始就得要定住一個範圍 那而且這種方法有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它只會找出一個跟 那明明你有兩個跟或五個跟了 它最後還是傳給你一個跟而已 那你要五個跟怎麼辦 如果它有五個跟 要全部找出來 那你就多找幾次 那個範圍都不一樣 多找幾次 如果你每次都可以找到不同的跟的話 那你只要五次的二分搜尋 你就可以找到五個跟 但是你要怎麼定出那個範圍 這又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用暴力法去找範圍內所有的跟 是可以一次就找出來的 但是你用二分搜尋就不行 因為它只會找一個根給你 現在我們已經有兩個方法 這兩個方法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你一定要先鎖定一個範圍 你要先找到一個FA和FB FA大一連 FB小一連的這種東西 那你才有辦法去找它的根 那可是這種方法其實有點不那麼好用 因為你一定要先確定方法 那這種叫界定方法 re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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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那我們來看看有沒有不需要界定範圍的方法 有 那這種方法叫做開放式方法 這種方法我覺得比較好用 開放式方法 你不需要先鎖定範圍 那最簡單的一個開放式方法 這個其實在人工智慧裡面 我通常都把這個當成第一個範例 叫爬賽影算法 那很少人喜歡教爬賽影算法 你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很奇怪呢 是因為這個方法太不學術性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暴力法一樣 一點都不學術 對 因為這個非常明顯 非常顯而易見的一個方法 但是你在網路上搜尋 你會發現說幾乎很少人談這種方法 因為特別是論文 那個論文幾乎都不會寫這種方法 為什麼 這種方法太簡單了 為什麼還要出篇論文 那可是每次我碰到那個研究生 很多學生一上研究所 然後呢 就說 老師那個 那個 人工智慧的這個 函數優化 到底該怎麼做 之類的 然後 函數最佳化怎麼做 好像他們連暴力法都想不出來 他們也連二分手選法都想不出來 他們更 也 爬山眼算法也寫不出來 那 這樣就 就反而過頭了 因為你一直在追逐那個 很 遙遠 很難做的算法 最後那個近在 眼前的那種非常簡單的算法 你卻不會 那這個念研究所就根本就是本末導致 OK 所以 我反而很喜歡從這種最簡單的方法開始看 雖然它一點研究性都沒有 但是它很重要 我覺得它很重要 好 那爬山遠算法 很簡單 就是爬山 你如果要找極大值它就是爬山 你要找極小值就下山 夠簡單 找極大值就是我要找一個最大的 那我就一直爬 只要這個函數是連續的 不管可不可為 反正我也一直爬 往高的地方爬 只要低的地方我就不走了 我一定往高的地方爬 如果是一圍的函數 也就是FS 一圍的函數 那你就只有兩邊 你只有兩邊 那你要不就是往左走 要不就是往右走 左邊高就往左邊走 右邊高就往右邊走 夠簡單 那這個東西需要事先界定範圍嗎 有 你隨便就從零開始就可以 然後就看 左邊高往左邊走 右邊高往右邊走 然後最後你另外找到一個點 就是兩邊都比它低 這時候那個就是極大值 是不是最大不一定 但是它絕對是一個區域的極大值 它不一定是全部的最大值 但是它一定是一個彎點 彎曲點 那這就是個極大值 那如果你今天要找極小值的話 就反過來 你就一直往低的地方走 一直走到一個彎點 兩邊都比你大 那就是個極小值 那阿生演算法 這種優化算法很容易做 非常非常容易做 那我們只要 如果你今天要做的不是最大化 或最小化 或最小化 你今天想要求的是 fs等0 你想要求的是fs等0 那你怎麼辦 很簡單 很簡單 你把fs-0的絕對值 其實不用減0 減0沒有意義 fs的絕對值 算出來 找最小化 那你基本上 你只要找到的最小化的值是0 那就是答案 如果你找到的最小化的值不是0 那就代表 你找不到答案 所以爬山演算法 非常簡單 隨便找一個起點 最簡單就 s等於0 開始 然後比較 左邊 左邊就fs-ds 右邊fs-ds 那如果哪邊好就往哪邊走 然後如果左邊右邊都比較差 那現在這個s就是區域最佳值 所以它已經是一個彎點 左邊和右邊都比現在差 如果它是可為的話 就代表它的斜率應該是0 那區域最佳值的時候 如果還沒有找到fs幾乎等0的解 那就失敗 那這時候你就另外再找個起點 再收一次吧 再爬一次 好不好 就爬到了 這不行的話 40次都沒爬到 你就說好 失敗 此題 此題無解 這樣 或者是我沒有找到 這樣就好 那這是爬山演算法的程式 也很簡單 你看 我設一個ds叫0.01 然後呢 我傳f和s s的起始點 你用0就可以了 然後呢 就 就開始 無窮迴圈 當然可能是無窮 最後一定會傳回詞 那什麼時候傳回詞 由裡面控制 那這邊如果 左邊比你大 現在是爬山演算法 是左邊比你大 就往左走 右邊比你大 就往右走 然後呢 如果左邊也沒比你大 右邊也沒比你大 那代表什麼意思 這裡已經是彎曲點 直接傳回 OK 那我為什麼寫大於等於 而不是寫大於 因為 有時候會有那個 平原 平原的時候 對 你還是要讓他繼續往前走 他才可以穿過平原 那如果平原的時候 你不讓他往前走的話 那他可能會 可能會 就卡在平原上面 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所以這個方法沒有很快 但是可以接受 他 他其實已經算很好 等一下我們所看的任何一個方法 幾乎 也沒有更好 只是速度會比較快 速度可能會比較快 那 所以 這個方法速度不快 絕對不快 但是 其實他也不算太慢 跟暴力法比起來 他算快的 對不對 你看那個暴力法 暴力法 雖然在一個變數的時候 跟這個差不多快 但是呢 兩個變數以上 你看 兩個變數以上 就相當於一個桌面 對不對 相當於一個桌面 那爬在那裡 這個馬太一路往低走 所以很快就到了 可是呢 暴力法是 要把整個桌面 通通都收完 那就很慢 那如果不是一個桌面 而是一個房間 你要把房間中的每一個小點都收完 那不得了 很大 所以 爬山眼算法 其實 說很少用來解方程式 好像也不太對 因為他說 沒有很快 但是說很少用來解方程式 其實 這一點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覺得他很好用 可是 可是 可是論文不喜歡寫而已 可是你實作的時候 我覺得 是超好用 只要他可以接受 速度可以接受 你就不需要找另外的方法 而且速度和品質都可以接受 就不需要找另外的方法 再來看另外一個解方程式的方法 這也是一個開放性方法 而且不需要事先設定方法 它跟爬山眼算法有同樣的特性 但是這個方法比較厲害一點 這個方法比較厲害 應該不能說他比較厲害 其實爬山眼算法真的很厲害 可是問題是 這個方法可能可以非常快地找到 但是也有可能他掛掉 完全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他可能會跑到正無限大 跑到負無限大 或正大 一下子死一下負死 一下死一下負死 就這樣震大 或永遠都不收斂 在整個空間裡面亂繞 就是從來都不會重複 這樣的話就不解 可是如果他收斂 那他就最後到一點 那個點就是答案 這個叫疊代法 Iteration 疊代法其實 怎麼講 你初看你會覺得這個非常神奇 非常神奇的一個演算法 這為什麼可以這麼神奇呢 它的方法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對於任何一個函數f 我們要找的就是 s等於fs s等於fs 我們只要列出這樣一個方程式 它具有這種特性 就是s等於fs 其他的方程式 就想辦法轉成這種形式就好 那我就開始疊代 疊代完之後 再把s找出來之後 再把它帶回原方程式去 譬如說你本來是一個y y等於s加3 然後帶進去才會有這種形式 接下來你算出s之後 那y等於s加3 那你算出s如果是1 那y就是4 就帶回去就可以 那問題是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那天看到一個圖片 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兩個是有關的 那個圖片 其實我放到社團 我有放到我們社團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咦 這個 不是不是 咦 上課內 咦 是這個嗎 等一下 我那天看到的圖片是這個 25號 喔對 這是這個 哈哈 為什麼會看到這個呢 稍微看一下這個 沒有趣 你看得出來他到底在幹嘛 這個圖片是什麼意思 這個圖片是什麼意思 How you can 對不對 然後 How you can在幹嘛呢 他還踢一個叫1的s吃飯的東西 然後每次他用的武功就是積分 不然就是微分 然後呢 那個人怎麼踢 他都沒有感覺 為什麼 答案很簡單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學過微積分 你可以知道 es的積分 就是es es的微分 還是es 所以es在微積分這兩個運算上面 它是不動點 在數學上有一個很無聊但是很有用的定義 叫不動點定 對 那只要你能夠找到這個不動點 在數學上 你通常就可以找到某種方程的解答 所以我們剛剛的也是一樣 這個東西是什麼 函數f的不動點 你不斷的去疊代 fs 然後ffs ffs 你這樣疊代的結果 最後只要它會收斂 那你就找到了一個不動點 這個s就會是s等於fs的計 這個東西很有用 其實你們學了很多數學 你一旦看到不動點 你都要特別關注 因為它很有用 舉個例子 你們學過現金代數對不對 你們現金代數裡面 有沒有學過i跟value i跟vet 或者是老師根本沒教 i跟value跟i跟vet 它是什麼呢 假設運作a矩正 所謂的i跟vet 和i跟value 是as等於讓達s 的讓達和s 讓達叫做i跟value s叫做i跟vet 所以它是一個 a矩正運作上的不動點 但是說不動也不太對 是方向不動 可是可能會放大或說小 因為讓達如果大於1的話就放大 讓達如果小1的話就說小 所以它是方向不動點 i跟value和i跟vector是方向不動點 矩正a的方向不動點 現在我們這個疊代法是 直接找f這個函數的不動點 方法很簡單 你先設定一個sy 隨便設定 然後你就找s2等於fsy 然後再把s2拿進來帶 變成s3等fs2 然後再把sk拿進來帶 變成sk加1等於fsk 當你一直找下去 總有聽你會找到 要嘛s變無限大 那要嘛就是你的s收斂 收斂是什麼意思 就是sk加1等於sk sk加1等於sk sk加1等於sk 意思就是sk等於fsk sk等於fsk sk等於fsk sk不就是這個解答 對 對 好 那這就是我們 的疊代法就出現 我只要能夠 隨便取一個s開始 se開始 然後就一直套 一直套 一直套到它定住的時候 s再也不動的時候 它就是s等於fs的一個解答 好 那問題是如果我們想要找的 不是fs等於s 而是fs等於0呢 這怎麼辦 很簡單啦 方程式改寫一下嘛 兩邊各加一個s 那就變成fs加s等於s 對不對 那你把fs加s當作另外一個叫gs 然後先去解gt g解完之後再帶回來 就好啦 就解完啦 OK 所以 只要修改方程式 想辦法讓s出現在其中一邊 就好了 我們想 找fs等於零 那就兩邊各加一個s 這樣等式能還成立 那就開始進行跌代了 fs加s款叫g 那迭代的形式当然不是只有一种 你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可以去做出迭代 比如说我写成s等于fs加s 我可以写成s平方等于fs加s平方 但是呢这时候它就不是s 你把这个s再除过来 就变成s等于s分次fs加s平方 这样它还是另外一个g 那一样你就去找gs等于s的解 解完之后再把它带回来就好 OK 同样的方式你有很多很多种写法 但是呢有些写法好 有些写法不好 常常没有经验的就像我这样子做 就会发散 发散就这个迭代式基本上就无限大 你根本就找不到解 那你如果会设计的 你就这个迭代式设计的比较好 甚至你还可以在数学上面证明它收敛 那你再用这个迭代式去迭代 你就会得到解答 OK 那至于数学上怎么样子证明它收敛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没有兴趣自己看数值分析的书 不过我听陈正德老师说他下学期要看数值分析 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个比较有兴趣 你可以去上数值分析的课 里面就比较会讲到什么样子做一个好的迭代式之类的 那我们的迭代公式如果是x等于gs 那随便一直迭代下去 然后呢就这样子做完 举个例子我们要找s平方减4s加1等于0的解 那我们去迭代 我迭代几次呢 10万次 每次都让s等于gs 那最后它要么就是发散 要么就是收敛 一旦收敛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求出到底哪一个s是不动点 那哪一个s是不动点 再把它带回 从g再转回f 这样就可以 那这种方法可以用来解几乎所有方程式 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不会收敛 可能不会收敛的话 那其实还是不好用 那爬山演算法也不一定都能找到正确的解 所以它也有问题 你当那个解根本区域最小值就不是痊愈最小值的时候 那你会陷在那个挖地里面出不来 这是爬山演算法的困扰 那迭代方法的困扰是它会不收敛 它可能会不收敛 那我们这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想求某个数的平方根 这个东西你可以用迭代式 这里有三种迭代式 第一种迭代式是 我们想求s平方等于3 那我第一种迭代式我就用 sk加1等于sk分次3 对吧 你稍微把sk乘过去就是 s平方等于3 sk加1乘以sk等于3 在收敛的时候 sk加1和sk都一样 所以都是s 那就s平方等于3 所以这是第一种迭代式 但是待会你会看到 第一种迭代式不好 不太好 有时候不收敛 那第二种迭代式是这样 sk加1等于sk减掉四分之一 sk平方减三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一下搞来搞去的话 你最后会搞出s平方等于3 你回去弄弄看就知道 所以它也是一个迭代式 也符合s平方等于3的迭代式 这个比较好 但是更好的是第三式 sk加1等于1 2 sk加3 这个收敛最短 我们直接实作这三种方法 这个排版没有排好 那第一个s分之3 第二个是第二式 第三个是第三式 那这三个全部都去迭代20次就好 20次就可以算出几乎非常准的解答了 第一个 震荡不收敛 一直在1和3之间震荡 第二个呢 第一次是1.5 第二次是1.68 第三次呢 1.725 1.732 这不就是s平方等于3的解答吗 而且你看哦 它大概在第5次的时候 跑到1.732 那第三个呢 在第4次的时候就跑到1.732 其实第三次它就已经到1.732 1.731 所以第三个是收敛最快的版本 但是第二个也很好了 它第一个是设计不良的迭代函数 所以设计迭代函数是要有数学背景的 你要去证明那个迭代数 迭代式会收敛 好 那如果你要确定迭代式会收敛的话 你要确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迭代函数 每次迭它的差距是越来越小 它不能一直放大一直放大 那就不行 第二个是你的初始值 要使得它每次迭代越来越小 这会跟初始值有关的 因为你如果一个迭代函数 它可能只在三和负三之间会收敛 三和负三以外它都发散 那你既然设计出了这个迭代函数 也就不能让它去解三和负三以外的东西 那如果要解的不是刚刚那种很简单的 什么s 平方成三这种方程式 而是方程组怎么办 方程组有很多种 线性方程组 这个线性概述里面看到 然后这个三变数的线性方程组 这个是微分方程组 但是它是长微分方程组 那这些都不算太好 你用爬山远算法也可以解这个 你用迭代也可以解这个 你用暴力方法也可以解 只是变数多的时候暴力法不好用 那刚刚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二分抽全法 只是那些都要先确定范围 可是这种方程组的话 你怎么确定范围 这是一个问题 方程组有两个以上的变数 你一定要确定s和y都在10以内 10到-10以内有个解 这并不容易 那这个问题其实上面四种方法都可以用 那你稍微转换一下 你可以让这些方程组合并 变成一组 一条式子 变成一条式子 一条式子搞定一组方程式 怎么做? 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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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办法了解你的想法 所以我们直接看 直接看 转换 怎么转换 这样 如果你有两个等于0的算式 你把这两个等于0的算式都平方 然后取最小化 平方一定是正 平方一定是正 那你取最小化 最小的可能是0而已 如果他没有找到0 那就是没有解答 那如果三个 F G H 一样 F 平方加 G 平方加 H 平方 100个也可以 取最小化 把它变成平方式 取最小化 因为不可为 不可为分 因为微积分是一个非常重要好用的工具 你弄成不可为分式的话 你微积分工具就不能用 所以我们比较偏好使用平方 而不是使用绝对值 所以在数学上有一种方法叫做最小平方法 那个又是线性怠速的 你们线性怠速都拿过课本 是拉神那一本 OK 忘记了 那最小平方法 其实线性怠速里面就有 线性怠速里面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很有趣 像 连复利的转换都在线性怠速里面有 它其实也是一种线性空间里面的 怎么讲 透过正交的概念所做出来 只是它的正交是函数的正交 sign和sign之间的那种正交 那些方法其实都很好用 那在这里 这就是一种最小平方方程式 但是解决它的方法有很多种 用线性怠速也可以解 用刚刚的迭代法 或者是用刚刚的 那个爬山算法都可以解 那如果你要用二分搜据 你得要先确定放 好 那 那线性方程组就会变成 二次非线性方程式 OK 那 虽然是这样 但是还是可以解 可是你再仔细观察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方程式 如果你把它对s取为n 取为1分 然后让它等于0 OK 他几乎就还原 几乎就还原 好 那这个是用解方程式的方法 来解方程组 会变成平方式 这是要付出的代价 而且是加总的平方 加总的平方 好 那迭代法 在数值分析上也非常难用 而且 数值分析可能有半本都在讲迭代法 另外一半可能就 比较各式各样 迭代法是数值分析的最核心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部分 那刚刚的那个例子 我们可以来执行一下 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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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放网址了 好 我们直接拿来 把网址找出来 这个这个应该在 应该在这一个主题 迭代算法 好 这就是刚刚的例子 这是刚刚的程式 然后呢 就很简单的 把它 先打开编辑器一下 然后存档一下 然后存档一下 好 我们把它存档 然后呢 放在 这里 这里 sc 那 这个叫什么 iterative iterative iterative.js 这个没有对啊 ok 这个有点太小 很大一点 排蛋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 先切到 好 好 刚刚 那个结果 确实可以执行 你可以看到三组结果 只是我没有排得很好 第一组是1313正大 第二组呢 就1.5 1.68 1.72 1.731 1.731 1.732 然后第三组呢 就是2 1.75 1.732 ok 所以三组虽然都可以迭代 但是第一组是完全不可行的 第一组这个迭代式是完全不可行的 第二组的迭代式呢 还不错 但是没有第三组块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怎么样用电脑来解方程式 或方程组 ok 好 那先休息一下 好